第一拜明年了 对不对 每个人在参与过程中的时候 每个人各有支持者 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我相信 如果张立善女士 他如果能够完全的了解我的主张以后 我相信他一定会认为说 张亚中其实是最符合云林县的利益 也最符合中华民国的利益 因为毕竟两岸的合并能够改善以后 我觉得对台湾的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好事情 那云林跟大陆的交往一定会更好 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华民国强盛起来 请问对云林是不是更好 那我相信张立战女士她想的一定是国家 一定是未来 一定是云林的年轻人 那我常常讲说 我张老师对年轻政策我有非常多的主张 但是一个最大的政策 就是给我们年轻人一个和平的环境 一个和平的环境 一个开放的台湾 就像把台湾的年轻人从一个小小的池塘 让他可以游到未来的大海 我相信只要台湾是一个能够走向和平 台湾能够走向开放 任何人都有机会 所以我相信如果大家都能够更多的了解我的主张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支持我 谢谢 好 谢谢 教授说因为县长他这次表态 大家都说是有在救助啦 那您会不会担心 我觉得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 真正的基层的力量 其实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想法 我们都互相的尊重 但是真正能够让中国国民党齐首回身的 我想去实在话 是在我们的基层 因为国民党这几十年来 我想被大家所诟病 我跟你讲个数字好了 现在国民党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其实比例不到百分之三 再这样子下去 中国国民党可能真的要绝子绝孙 那中国国民党为什么会搞到这个样子 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不都有责任吗 那我觉得我这次的选举 其实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机会 让国民党可以摆脱掉 以往只是所谓的大风吹 吹来吹去 今天假做 明天一做 后天禀做 大家吹来吹去抢位子 可是大家没想到 这个椅子已经坏掉了 再抢又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当中国国民党主席 我要把这个根基打好 根基打好以后 将来任何来当中国国民党主席 因为有了理念 因为有了方向 因为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未来 我觉得中国国民党是人才积极 我觉得将来对中国国民党的发展 我考虑的不是未来这两年 或四年 我考虑是未来中国国民党 那个长久的基业 在台湾能够持续的执政 能够为台湾老百姓 带来美好的幸福的生活 昨天那个朱前主席 就是把您贴上筒的标签 那好像两人在这方面 各说各话没有交集 不知道您怎么看今天会不会再沦为这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是最会扣帽子 民进党最会扣帽子 扣帽子有时候是 对民进党来讲 它是习以为常 可是我真的不希望 我们国民党的党统计选举 也来随便丢血滴子 丢红帽子 朱主席讲了好几次 特别在面对媒体访问的时候 一直强调 我是一个武统 我是一个红统 各位讲任何话 总要讲句实在话 我张亚中非常好检验 我在台大教书 教两岸关系 以台大这个学生的红蓝绿都有 请问一下 如果我在台大教的是两岸关系 还是硕博士班的两岸关系 应该是在台湾的最高学府了 如果我是一个所谓的红统跟武统 请问一下台大的学生 不早就抗议了嘛 这是最简单的事情 第二个 我的所有的著作都是白纸黑纸 我写了三十几本书 我上过多少次的电视频道 请问一下我哪一句话 说我是红统或我是武统 朱立伦前主席总要讲清楚吧 第三个 第三个 我今天参选党主席 我参选的时候 我就提出了和平备忘录 这个爱台湾的和平备忘录 是白纸黑纸 一个一个字写得清清楚楚 如果说里面哪些文字 有所谓的红统和武统 请朱立伦前主席 可不可以指出来 我真的很意外 我们的党主席的候选人 竟然会丢一个血滴子 给我们的其他候选人说 你是红统 你是武统 而拿不出任何证据 请问一下 这不就是民进党的作为吗 难道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也要学民进党那种低山下流的那种招数吗 我真正认为不可以 我认为这个选举 大家可以互相提出一些可受公平之事 但是提出的所有东西 你必须要具体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它就让我们这个党主席选举 变得非常非常low了 这个是让民进党在看笑话 也让我们国民党党内会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真的觉得朱立伦先生讲这个话 真的是很不应该的 我谢谢张立善县长 谢谢林明珍县长 谢谢维州委员 还有谢谢很多在支持我的朋友 我们会争取更多人的支持 刚刚张亚中校长 他有说扣了他一个红统 五统的帽子 然后却拿不出证据 还有我们针对这个议题在反抗 张教授过去这几十年来 是非常著名的统派学者 他也被尊称为这个统派的理论大师 我相信他都一直很自豪 那他提出来的很多理论呢 也都被列为是红统的一些主张 那等一下我在政界发表会当中 会就他的文章当中 主张的一国两制加速到两岸统一 这样不是红统吗 主席那个有人说你们的 就是你们四个候选的两岸政策 大家说张亚中是理念派 然后江启臣是务实派 那您的两岸政策算是什么东西 我是国民党的主流派 是我们国民党最能够获得 台湾主流民意 跟国民党主流民意认同的主流派